刚刚看到了那个公车站如果只有站牌没有公车来 那乘客是不是飞死了要在那边等多久 有的公车站牌呢还真的有这样的情况 高雄呢有不少的公车站牌都贴上了无公车经过的牌子 而且算算全高雄大概有高达24个站牌哦 这是不是根本就是浪费资源呢 不要以为是公车过站不停 而是因为这个站牌已经停用了 像这样子有站无车的站牌高雄市就有24个 真的不是公车不等人抬头仔细看 公车站牌另一面贴上本站现无公车路线经过 有舍离站牌却没公车停 民众抱怨实在很浪费 有些浪位啊 西色 没有用 真的没有运行的话应该把它拆掉 站牌前的公车停靠去也被徒销停满汽车 有站无车的站牌就在高雄五福四路上 从人路口还有一个 根据统计 像这样的直立式站牌全高雄市有1078座 夜间会亮灯提供照明 但因为陷入规划问题 有24座站牌已经但没错了 不知道是设什么站 我也不知道 等于需设嘛 没有路线经过的公车站牌 其中已经有7座已经完成迁移的程序 那另外剩下的17座 其实它的新的设置位顶我们已经规划好了 交通局表示 没公车停靠的站牌将在年后全数迁移 正常的站牌都会张贴公车号次跟路线 民众搭公车只要发行站牌没贴公车路线 就表示已经停用 只能说等公车前最好先把站牌看清楚 才不会等到天都黑了 还等不到公车 追求人家我和佩儒 各种目的